很多人都喜欢问为什么要创作 或者是说为什么要画画 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 但是我有一天去上西城 我去那个Upperwareside有一个很小的一个garden 这个garden没什么太多人知道 因为它很迷你 那我就想说 可是我看它IG上面有很多 就是像郁金香啊 一些种类的花 就是已经开始盛放 然后想说去写生 所以我就带着话剧去写生 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一个 在我就是在准备就调色啊 然后就放上我的手机预备 要拍点记录的影片 然后就有个小朋友就跑过来 问我说你为什么要画画 然后我当下的反应就是 我为什么要画画 然后我也就很直接跟他讲说 我想画画因为花朵很漂亮很美丽 然后这个时候他跟他爸爸就有了一段对话 然后爸爸就问他说 那你知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然后他就小朋友就说 他在混和两种色彩 然后爸爸就说 那他在混两种 拿两种色彩 然后这小朋友就讲说 他在把红色跟蓝色混在一起 然后他的爸爸就问他说 那红色跟蓝色混在一起 是会变什么颜色 然后这小朋友就说 会变成紫色 哇 好聪明的小朋友 他年纪真的很小 因为看起来不像是有进小学 他看起来是不是顶多就是幼稚园大班呢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跟他的爸爸讲 他说我们要把 我们去找个花然后拍照了 然后他就说 我们拍照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照片 就把它画画画下来 我就想说 哇 好聪明的小朋友 我们来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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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来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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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真是很棒的 所以我就想说 我画画画的方式有几种 那以前在做设计的时候 就是讲求当然要就是尺寸 然后工整度 完成度 但是当我在即兴创作的时候 我是很喜欢抽象 然后一些甚至类似像印象派的方式 那所以在我刚到美国的前几年 那个时候我最常做的事情 因为那时候还住在上西城的时候 就是走几条街就到中央公园 我就会带着画具去写生 就像是谋内 你在画画的时候 你只要能够把自己 融入那个环境当中 然后去仔细地观察 对我来讲 画画就是一种禅定 也是像是在 有类似像meditation 静坐一样的功能 可是我静坐的时候 确实很不顺利的 反倒是我去画画的时候 我的脑袋是放空的 就很专注在于一个思考 思考周围的环境 然后大口的呼吸 尤其在因为你在大自然的时候 你就可以大口的呼吸 然后你就可以融入那个环境里面 那这个时候你仔细去观察 你周围的花朵的形状 色彩 甚至各种的一些 你在周遭发生的事情 好像你像是一个旁观者 可是你又像是身在其中 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 多元空间的一个 在一个混沌当中 然后你就听到了 自己的内心的声音 然后你也看到了 自己内心的画面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当下你就可以开始作画 然后对我来说 这个时候画出来的东西 通常会是非常好 因为它非常随性 而且它又记录了 在那个当下的 我的那个moment 那个时候 你为什么要画画 对我来讲 对我来讲 画画还有所有的创作 都是在记录我的人生历程 那这段人生历程 不只是我自己的 当你在创作的时候 你会去思考 你的每一个记录 如果你把它发表出来 它都可能是一点小小的影响力 即便是 也许你认识的人没有那么多 但它都会是一个 你记录你存在的一种方式 那这一集就先录到这里了 其实关于创作 我可能之后还会出一系列的专辑影片 因为我之前就有录过Podcast 很多人问我创作跟灵感的来源 所以我有大概有出过几集 但是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 也欢迎多分享给喜欢艺术 喜欢设计 喜欢存在主义 哲学 科学 因为我也是算是 很多人都说我有多重人格 因为我是介乎于 我一方面又是非常理性 非常logical thinker 然后另外一方面 我又非常感性 又有艺术家的一些敏感特质 可是这个也反映在我创作 还有就是我的频道 所有的内容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我认为现在 对我们来 对我们当代 进入现在这个当代的 这个非常奇妙的这个世纪当中 应该是蛮多人跟我一样 所以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跟我有些共鸣的话 也请多订阅分享 那你的支持跟鼓励 会让我 感非常的让我兴奋 就是原来这个世界上 我不孤单 然后也有人跟我一样 那这个就是我创作的初衷 谢谢收听收看 拜拜